战争是否会改变一个人的样貌 这是男孩参军之前的样子 这是他参军之后的样子 只用了短短三天 就从一个少年迅速变老了30岁 1943年 前苏联卫国战争打响 男孩为了能参加苏联游击队 于是在被轰炸过的战壕里 挖出了一把步枪 男孩拿着枪兴奋不已 殊不知他的命运从这一刻已经被改变 第二天男孩就收拾好行李 拿着枪准备去参加游击队 但母亲却坚决反对 因为男孩的父亲参军之后就没了消息 他不想再失去儿子 母亲情绪激动地拿起一把斧头 接着将双胞胎妹妹从床上抱下来 如果男孩执意非要参军 就先将他们全部砍死 然而男孩根本没当回事 母亲拿他没办法 只能用绳子狠狠打了他一顿 第二天一早 两名游击队就找上了门 士兵不顾母亲的阻拦 强行带走了男孩 母亲抱着妹妹在后面追赶 但男孩却没有丝毫的留念 眼神里只有对战斗的向往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这是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来到游击队的根据地之后 男孩因为年纪太小 被分配到了后勤 留在营地刷完洗锅 看着老兵们依次奔赴前线 男孩哭着失望地离开了营地 但没走出多远 他就遇见一个女孩在丛林中痛迫 男孩健壮也大哭了起来 一边哭一边倒出血里的水 滑稽的模样逗笑了女孩 两人决定结伴而行 但半路却遭到德军的轰炸 游击队的根据地直接被移为平地 男孩的腿虽然被炸伤 但躲在丛林深处还是逃过了一截 夜里男孩用树枝搭了一个棚子 两人度过了艰难的一晚 第二天一早 男孩决定带女孩回家 但刚刚到村口 男孩就意识到不对劲 整个村庄格外的安静 男孩赶忙跑回家里 母亲和妹妹也不见踪影 地上全是洒落的玩具 桌子上还有腐烂的食物 男孩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赶忙跑到水井旁边张望 好在里面什么都没有 此时男孩还心存侥幸 他决定带女孩去寻找家人 但就在奔跑时女孩回头发现 房子后面密密麻麻都是尸体 但男孩不愿面对现实 在穿过一片沼泽地之后 女孩崩溃地劝男孩认清现实 男孩瞬间失去理智 一把掐住女孩的脖子 将女孩推进了沼泽里面 但下一秒 男孩又恢复了理智 立马又跳进沼泽营救女孩 这时岸边走来一个老人 走向前将女孩救了上来 随后老人将两人带到避难所 在这里男孩彻底崩溃了 这是比恐怖片更恐怖的战争片 被审核八年才上映的冷门神作 1941年巴巴罗萨计划正式启动 德军用闪电战突然袭击苏联 对沿路的村庄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女人被荡成战利品扔上卡车 反抗的男人被活活打死 80岁的老人被连人带床抬到外面 亲眼目睹家园被大火烧毁 逃跑的村民只能躲进丛林深处 男孩得知母亲和妹妹都被德军杀害 痛苦地将头埋进沼泽地里 想要短暂地逃避现实 由于避难所食物短缺 三个村民想借男孩的枪去寻找食物 但男孩却不肯松手 不得已三人只能带上男孩 前往附近村庄的仓库寻找食物 他们将稻草做成的假人插在路边 用来吸引德军的注意力 接着快速往仓库的方向跑去 但下一秒 两名村民就踩中了敌人埋下的地雷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两人被炸得尸骨无存 剩下男孩和另一个村民 只敢沿着路中间前往仓库 很快两人就来到德军占领的村庄 从苏坚手里抢走了一头奶牛 但没走出多远 德军就发射了一颗照明弹 紧接着无数子弹就朝两人袭来 男孩赶忙卧倒躲避子弹 一轮射击过后 男孩发现村民不幸重担 已经彻底没了呼吸 男孩只好牵住牛绳 试图牵着奶牛离开这里 但德军又是一通扫声 这次奶牛也没能幸免 男孩被吓坏了 只能躲在奶牛的背后 哭着度过了艰难的一夜 第二天醒来时 男孩借着大雾的掩护 尝试将死去的奶牛带回避难所 但奶牛已经僵硬 男孩用尽了一切办法 但奶牛却纹丝不动 他只能走在大雾中寻找工具 很快他就发现一辆马车 不顾老农的反对 执意要用马车将奶牛拉回避难所 但走出没多远 就遇到了一辆德军装甲车 老农赶忙让男孩将枪藏进稻草里 好心地让他假扮成自己的孙子 随后两人飞奔跑回村庄 但这里已经被德军占领 德军士兵将村民集中起来 接着打开谷仓的大门 将所有村民都赶了进去 一位母亲将自己的孩子丢出谷仓 但下一秒就被德军扔了回去 随后德军爬上天三轮 往谷仓里面开始投掷手榴弹 开始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这个德国女军官眼神充满绝望 嘴角还流淌着不明夜体 死在了苏军游击队的袭击下 而就在当刚 他还优雅地坐在汽车里吃着龙虾 看着手下的士兵屠杀村民 德军士兵将村民赶进梁仓 然后站在偏三轮上面 朝梁仓里面投掷手榴弹 爆炸声夹杂着撕心裂肺的惨叫 整个画面惨不忍睹 女人绝望地将小孩递出梁仓 但又被德军扔了回去 随后德军又开始投掷燃烧品 梁仓立马燃起了大火 很快里面就传出如地狱般的哀嚎声 德军见状兴奋地不断鼓掌 村民们叫得越惨 德军就笑得越大声 随后在德军长官的指挥下 所有德军士兵举起武器 对着梁仓疯狂扫射 包括一边抹眼泪一边开枪的苏坚 直到梁仓里面再也没有动力 最后德军士兵举起喷火枪 将一切都烧成了灰烬 男孩作为唯一的幸存者 被德军用枪指着头顶 当成战利品拍照留念 此时的男孩参军才不到三天 战争就无形地将他稚嫩的脸蛋 扭曲成了皱纹密布 像老人一样的脸 德军拍完照之后 将男孩丢在了原地 带走了村里所有能吃的食物 接着一把火烧了村庄 然而德军走出没多远 就遭到苏联游击队的伏击 德国女军官当场殉命 而指挥屠村的德军长官被抓 他恳求苏坚游击队优待俘虏 苏坚则大喊自己是苏联人 大喊杀光敌人和德军铁金关系 希望游击队能饶自己一命 但幸存的村民恨不得将他们碎尸万段 于是命令苏坚交汽油烧死德军俘虏 体会一下被火烧的感受 德军俘虏被吓坏了 但最终苏军游击队没有点火 而是用子弹结束了这群俘虏的生命 男孩也被苏军游击队救了下来 在跟随大部队出发之前 男孩看着水里希特勒的画像 怒目圆瞪地扣动了扳机 这是男孩第一次开枪 子弹穿过画像照进现实 镜头一遍遍地赏回 痛诉战争给普通平民带来的伤害 随后男孩跟着大部队 踏上了下一个战场 战争将一个天真的少年 变成了苍老的形式走肉 这种对战争的控制 直指人性中的好战本能